大家可以从T2到去T3 T3到到去T2都可以看到的 然后先给大家看今天的床 哇很大张啊 大家快点来跟我一起说 这边Mr.Coconut是这Avocato加Coconut的 这边是免费的 它脊肉超嫩的 它刷成很好吃 现在不懂是我吓鬼还是鬼吓 我换我拿到这个Doggy Steamway 很乱乱啊 是的 这个黑黑的东西是我的相机 哈喽大家好 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我人在哪里啦 对今天呢我就是来到了新加坡 这次来新加坡是带着一个非常紧张又兴奋的心情 因为呢我是来参加Coconut的Galat Dinner 10周年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的solo trip 虽然只是新加坡 我觉得体验也是ok的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啦 大家如果想要订购SIM卡 或者是Airport Transfer的 大家都可以提前在Coconut那边订购 然后再用上这个CoconutSummerCoc 你还可以得到高达12%的折扣哦 我其实对新加坡还蛮陌生的 虽然是邻国 我现在打算去坐那个小火车 从T2去到T3那边 放下那个瀑布 Let's go 我已经从那个SkyTrain出来了 没有瀑布耶 就如果带有时间的话 其实它是免费搭的 它那个SkyTrain 你们可以来回来回来来回 但一直搭都没有问题的啦 可是我现在有点赶时间 所以我就有缘分在见啦 瀑布 其实真的是蛮美的 它到那个瀑布那边 所以它那个火车会慢下来的 所以如果有瀑布上来的话 是蛮美的啦 大家可以从T2到T3 T3到2去T2都可以看到的 现在我就要去check in我的酒店了 今天呢 我们住的是好料的酒店来的 等一下再开箱给大家看 OK 现在我已经成功上到火车的 这个MRT 可以把EasyLink Card 我住的地方是在Park Royal 我是在China Town的 所以我刚才是从那个Chang Air Port 去Export站 Export站再转这个 蓝线去China Town的 其实是蛮简单啦 我们这里的火车 竟然有华语词 现在差不多这个火车 去到China Town 差不多需要40多分钟啦 期待一下开箱那个酒店 我先给大家看 OK 够了 我已经到了酒店 然后这里酒店是怎样过来的 等下我再讲 我们现在先去开箱房间 我今天住的是802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房间啦 一进到来是其实一目了然的 它的房间 可以拉的 我以为是开放了 以为是可以拉的 一进来这里就有一片大镜子了 这个Chu Gap Ma 有烫头 然后 哇 Oh my god 有一个surprise 等下再给大家看 然后先给大家看今天的床 哇很大张啊 大家快点来跟我一起睡 然后这是什么 酒店的低肤色窗户没有着色 因此能够大量大程度的冷 刚才我check in的时候 他们也是有讲 因为他们这里是外面的人是可以看到里面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换衣服还是什么的话 一定要把床链拉下来 诶 这里还有一个厨耶 哦 这里是冰箱 Oh my god 来到新加坡一定要try这个牌子的茶 在新加坡蛮出名的 这个是什么 好像那个土炮纸这样 哦 capsule 有咖啡机 你看这边 哦下面有咖啡机 这里下面有咖啡机可以泡这个耶 太赞了吧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的surprise 就是这个 登登 因为我这次是来参加他们的10周年 所以他们是有给一个welcome gift这样子 这是什么 咖啡茶 哦 咖啡耶 新加坡咖啡 哦 pied apple tart 哇 这个是凤梨酥耶 不错耶 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开箱的话 可以去到我的instagram看好不好 哇 很可爱耶这个 看起来我是怎样走出来 因为我看google 它是写exitf耶 幸好我没有从exitf走出来 cloak的负责人就是有send 要exit1出来 你从exit1出来 你就会看到一个mcdonald mcdonald之后你就转左边 一直直走就可以看到了 就其实是蛮精的 如果我是从exitf出来的话 应该是要超过走6分钟我看google 哈啰我已经出来了 各位就是刚才我在那个五楼 顺便拍了一张照片啦 因为很晒 所以我就没有拍很多 它的那个garden 有一个gardenwalk也是蛮美的 大家喜欢拍网红照的 可以去 然后我现在人是在orchard 诶找东西吃的 可是哦好像迷路了耶我 那我一直在那边看map 然后一个手在拿着这个相机 哦然后刚才我还买了一个mcdonald 我现在不知道还要带我去哪里 这个google 就跟着google这样走 然后这里又没有人的哦 大家猜我是想从酒店过来orchard 我是大火车啦 转两个站就可以到了 也是蛮方便啦 因为我一个人嘛 所以我大garden就不呆了 我刚才check了啦 从酒店过来这里差不多20星币耶 就大火车好了 那我现在去找东西吃先 等下再拍给他看ok 耶我终于走到来这里了 我就是来找这个的 听说它的mochi很好吃 看看我要买什么 我终于坐下来了 很累啊 因为我不适合solo trip 我现在是在这个food village这里啦 不知道吃什么 我就叫一碗面 这个碗面好像 好像想吃鸡饭的 可是它鸡饭 又看起来不是那种海南鸡饭哦 就吃这个咯 这个面很像那种碗烫米 哇它的面是有口感的呢 蛮好吃耶 炸鸡也是好吃 它有选辣跟不辣啦 我真的有辣的 它有surprise到我啦 它上面有连一些酱汁 是甜甜咸咸的 它的面炒炒鸭了 这杯Mr.Coconut是这 Avocado加coconut的 它是可以吃到那个coconut的 颗粒感啊不错啊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这杯蛮贵的7块多 可是哦 你生日那个月可以去redeem 要有新加坡手机号码 就免费哦 这杯是免费的 那我是不是我太饿了 真的好吃耶 OK我先来吃这个饭后甜品 这个mini one 在小红酥是蛮红的啦 虽然小红酥是偏小雷酥 所以我还是要拆一些 这样子买啊 它是minimum croissant 是要买两个 然后cheesecake minimum买三个 然后这个 我不懂minimum多少 我就买了四个啦 这样子加起来差不多7块半新币 蛮额贵的 先吃一个cheesecake 它很有名的是它的cheesecake 跟这个mochi 它的cheesecake蛮浓的咧 可是有点甜啊 嗯 很rich耶它的cheesecake 好吃耶 像mini mini这样子哦 你可以一个人可以一直吃一吃 可是会很腻啊 因为它的cheese味真的蛮浓一下的 再来吃它的croissant 这个croissant 其实我是等下留晚上做宵夜的 我想要 croissant就还好 没有到很surprise啦 比较普通 croissant 再来吃这个mochi 它今天这个是strawberry口味的 我是看很多人介绍它的chocolate口味 它今天没有啦 嗯 嗯 有点像gummy bear gummy糖果的味道 因为它是strawberry咯 它又诺基基 我是蛮喜欢啦 因为我很喜欢吃那种诺基基的东西 它上面这里是脆脆的 因为我觉得chocolate真的会比较好吃啦 它不会到很甜 这个ok了 这个我喜欢 我已经吃饱了 然后我现在走出来 这里开始没有这么晒了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啦 我刚才原来哦 我才发现到啦 我刚才一直在这个wismar这里 兜兜转转 兜兜转 然后 我其实要来这里 那个mini one 是在这里 所以大家不要像我那样傻 这边好像你自己找大门口那边出来 这边就可以这样走 然后这边就可以进去哦 然后这边下去哦 红色那边有一个 雨伞的地方 是一个很出名的 吃ice cream 面包 假面包的 拍很多人的那个 刚刚我大火车是到那个orchard的那个线 红线的 它还有另外一个是choclet县的那个orchard也是 也是在这里附近啊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走 这个攻略有点失败了 因为我行程是很临时安排 我是昨天才安排要来这里 所以就 Galangar 不 然后现在我就要回 走回去那个wismar那边 我要看那个门口是在哪里 下次我来我就知道了 OK 刚才我就是从这个伊西丹的门口出来了 在二楼wismar这个二楼那边出来 然后呢 Google叫我转进去里面 走了很多愿望路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门一出来 你从这边一直直直走就可以去到那个红色大楼了 刚才那个红色大楼就这么简单而已 接下来我们有 马来西亚 非常棒 你们在马里怎么能处理一下 你怎么能处理一下 在马里 阿巴卡巴 哇 我已经回到来了房间 然后呢 刚才的晚上呢我们就是去 聊个欢迎派对 然后就是认识下其他的 content creator 这样呢明天呢就是那个gala dinner day了啦 明天再拍给大家看好不好 明天见 你怎么能处理一下 你觉得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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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高兴 你很高兴 我愿意很高兴 你很高兴 那clock的话你还可以得到高达12%的折扣哦 幸好刚才有去吃早餐 不然就很饿了 这样我们let's go 进去看一下是怎样的啦 I'm gonna go like this you gotta breathe in and then breathe out bring it back to your thighs a little bit and breathe in left yeah breathe up and thighs twins of invitation recorded to encourage our fire senses 嗯 我们已经结束了 现在准备集合要去吃午餐了 所以这个experience其实是ok啦 大家可以去clock那边看看大家有什么配搭 它这里有不同不同的activities 所以大家可以去try 我觉得体验感觉不错还蛮relax的 所以ok 大家可以去try 现在我们去吃午餐了 太饿了 可以到去拍摄新加坡的娘惹菜 蛮好吃的很香 这个是sate 它的鸡肉超嫩的 它刷子很好吃 它整支是没有肥肉的 它的sate 就很嫩 然后整支就可以吃了鸡肉的感觉 the next 就是炸鸡 它的炸鸡很香欸 很sour 有点像那个 这个鸡肉鸡鸡 鸡肉鸡 跟网红们吃饭比来不能用手 好 很乖乖用茶 这个是tomato 虾 它有点那个馒头 很好吃 它不会很辣 酸酸 包菜 它包菜很香 很多gallet 它包菜超甜 它那个woke很有 现在吃鱼 它的鱼很像那个泰式那种眼鸡的鱼 它的鱼很甜欸 鱼超好吃的 然后它有三种sauce 一个辣椒 sambal 一个是thai sauce 很好吃的 吃到有点热 现在很多一个派鸡 我很喜欢吃这个 很脆欸 我很喜欢它那个辣椒 很好吃 我们已经吃饱了 诶 这间不错吃欸 它是在这个no hotel 这个里面的 不错啊 可是我觉得价钱应该也不平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来try看 好 现在我们下一站 是要去做perfume 去做那个香水 我蛮期待一下的这个 Let's go 来到这个做香水的地方 我们刚才已经开始了 现在选了的香水全部写在这里 这个woodie的是最好闻的 然后还有这边很多很多很多 味道可以选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香水了 全部滴在这个小罐罐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woodie 这个也是不错哦这个 然后勒就盖起来shake它 给它味道混合 好像越挑到印度人的味道 哈哈哈 就是那个 里面很有香水的感觉 不知道自己调什么东西 我再调了一个全部放woodie的 哈哈哈 现在是可以开始制作 就是drop进去这个大罐的 变20ml 这个是最后的完成品 然后它会叫你想一个香水的名字 然后它把你粘一个sticker下去 这里把你打包 然后把你粘名字 很有仪式感耶 因为我们已经做好香水了 然后现在要去喝酒了 去酒吧 这是我们可以带回去的香水 体验完了就可以带走 现在去喝酒去酒吧 去调酒啊做调酒师 现在我们要来做调酒师 用右手还是有点折折 用右手 嗨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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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干苦啦 现在还要帮我们加冰块进去 然后就可以shake了 OK 我们现在已经做完调酒师了 然后现在等着巴士 要去下一站去吃海底捞啦 而且去实现海底捞自由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clok会带我们去吃海底捞 能海底捞新加坡有特别 现在我们就去看吧 Let's go 像讲这里是新加坡最high tech的海底捞 他们也是有冰粉耶 可是没有这样多选择 哇哦有很多选择 还有地瓜圆 芋圆 然后海底捞大餐 麻辣牛奶锅 马来西亚也是有 董摩特锅 马来西亚也是有 酸菜 这里特别是有这个冰粉 芋圆 这边有芋圆 新加坡海底捞有这个 月亮虾饼 我记得那批包着虾 还有什么大 有点咸 这里的海底捞有洋汁甘露超大杯 那我喝一下 面还有那个珍珠 包包珍珠 我们在USS 你们看我很累的量子 等下不懂是我下鬼还是鬼下 我还会拿到这个Dorky Steamwank 很美的这个 我现在的量子才像鬼吧 我们已经进来了 然后我们超怕走 走到一半突然间有鬼跑出来 然后这里的音乐很大声 而且很暗啊 看这边就有一只鬼了 我拍给大家看 这个鬼很 只能站在上面 很容碎的啦 哇哦 前面就是那个大舞台了 这边那边 party 好像club 这边 刚才我们玩了这个 妈咪博山车 这样子 很刺激哦 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前排 很爽很爽 它是蛮快的啦 一下子就结束了 可以了蛮值得体验的 在这边哦 在这边哦 现在很暗啊 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吗 在这个里面 现在要进鬼屋了哦 这个叫Netflix Sweet Home 很期待 拜拜 拜拜 要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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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会睡不着吗 我怕咧 我一个人睡咧 很混乱啊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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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 我今天被鬼下的分量已经完成了 大家有机会来试一下的 可以在clock那边订购这个票啊 然后再用我的clock summer clock 你可以得到高达12% 再clock哦 现在我们是要做巴士回酒店了 然后就到我们的day4 在新加坡的day4了 我哼到很累耶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来多里吃USS 真的蛮不错的 这里的体验 OK 我已经吃完了早餐 因为还在下雨 知道吗 我现在已经12点了 我已经check out了 现在我就坐了几个马来西亚团队一起去Marina 因为他们是坐Grab去嘛 就除到来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去去 嘿 终于成功来到Marina了 是不是停雨了 现在也是 然后我们有四项活动可以参加 可是我觉得应该来不及了 等一下我要去机场 其实这边离机场还蛮靠近的啦 然后可是Grab很贵 20行币差不多 OK啦 这样 我现在去Expo Marina 很兴奋 很兴奋 终于坐上这个山伴了 我每次看到的人坐这个 然后先具体体验 它现在还蛮慢的 很chill这样子 慢慢滑过去 你们谁要坐那个船头 一个一个慢慢来 然后拍照 中间那边等下会有一个瀑布 对 中间会有一个瀑布 等下会有一个瀑布 可是我好像没有看到有瀑布 没有听到 你们看这个人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笑得多参与 等下你就会有多心痛 No Oh no 我的content 是的 这个黑黑的东西是我的相机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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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我现在已经回到来了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最后一天 真的是我这一个辈子经历来最难忘的时刻 就是我DJI跌进水啦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还是把它放在这个米里面 希望会有奇迹啊 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奇迹 因为我上网找他们说DJI 动到一点水都会死机哦 他现在已经是RIP了 可是幸好是我跟他们一般人一起去 一捞起来他们一直叫我快拿memory card出来 不然的话我觉得 这个新加坡视频应该也是上不到的 我在这边顺便讲一下啦 那时候我们就是去做了三半ride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Marina的Skydesk那边 去看那个很漂亮的风景 那个风景真的很美 大家一定要去 很值得 后来我们也是去了那个Art Science Museum 它这个里面的高科技我跟大家讲很好看 就是可以各种体验 然后那些灯啊全部都很美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OK啊 然后在这个四天三夜里面 我真的是有觉得 诶有吓到诶 因为平时很多人都讲新加坡贵 又算了又没有东西玩嘛 现在才发现到 新加坡其实很多很多东西玩的咧 它很多Activity可以参与诶 你们可以点击以下留言的 有一条link 我全部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 大概有12项这么多可以参与 而且是多过12项 我没有全部放完进去诶 OK啦 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请大家可以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留言 我喜欢这支影片 可以给我赚到钱 去买一家新的体验爱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旅程见吧 拜拜